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寶島 更有福爾摩沙之爭 台灣人友善、有熱情 假如我看起來需要幫忙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會很熱情的詢問我是否需要幫助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是還是有我不喜歡的地方 今天我要抱怨 不,我要分享 台灣有哪些我不喜歡的地方 假如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並按下小鈴鐺 好,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在台北因為氣候比較潮濕 所有東西很容易發霉 而且會很難發現哪裡有發霉 所以每年都要把所有東西檢查一次 並且清潔一遍 另外我還發現那些美菌非常喜歡長在鞋子上面 而且還長得非常的健康 每次當我發現他們時都會讓我很崩潰 在俄羅斯學校會有一檔生物課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 這檔生物課會要求學生回家做一個實驗 而實驗的內容是要學生回家準備一塊麵包 然後讓這個麵包發霉 並且記錄成長過程 最後再帶回學校分享實驗的結果 我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為了要得到好的分數 我幾乎拼了命的想讓美菌長好長出來 但是真的很難 養了很久 只長一點點 那時候還有點失望 當我來到台灣以後 我發現這些美菌在台灣真的長得超級好 根本已經長成出森林了 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 都會讓我感到很不舒服 而且在清潔的時候 心情真的會很不好 不過後來也漸漸了解了原因出在氣候的不同 現在當我開始感覺到潮溼的時候 我會開始使用廚師機 在鞋盒裡面也會定期更新乾燥劑 目前販賣的情況已經變得稍微少一些了 在台灣我找到過很多不同種類的昆蟲 也看過很多奇怪且位置的動物 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台灣經濟的關係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生物動物樣性 讓我最感到驚訝的是台灣的壁虎 這個生物非常特別 我很常在家裡看到 在俄羅斯你只能在動物園 才可以看到這樣的生物 沒想到在台灣 且常常可以碰到 有時候他們看起來就是要來你家 跟你泡茶聊天的 當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 我其實會啪啪的 想要抓他 且又不知道要怎麼抓 但是我的老公叫我不要抓他們 他說壁虎是好的生物 因為可以幫忙吃家裡的工蟲 不過我怕那隻壁虎死在家裡 最後還是把它抓住去了 後來沒多久又有一隻比較大隻的壁虎 我跑進來 但是他跑太快了 想抓都抓不到 即使過了兩個星期 還是抓不到他 我覺得他很聰明 後來慢慢地我對他產生了興趣 常常會尋找他的身影 這隻壁虎非常有趣 他常常會在天花板上看著我 那個樣子真的太好笑了 後來我把這隻壁虎的事情告訴了我媽媽 但是他的反應讓我感到害怕 他要我小心 說不定那隻壁虎晚上會跑到你的嘴巴裡 聽完我媽媽說的話 感覺像是看了個恐怖的電影 我想問你們 壁虎晚上真的會跑到人的嘴巴裡面嗎? 有的話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至於最後那隻壁虎怎麼了呢? 後來有一次當我打開船戶的時候 那隻壁虎就跑出去了 為此我還有些難過很不捨 在台灣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擾著我 那就是有些台灣人會一直看著我 而且已經快到了等著我的地步了 老實說我真的很不習慣這樣的行為 當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有些從對面走過來的行人 會直接面對面 睜大著眼睛 並且戴著不知道是看到什麼的表情看著我 更厲害的是那些人 還不怕我已經發現他們正在看著我 這樣的情況真的會讓我感到很不舒服 因為當別人這樣看著我的時候 我的一個反應是我身上有哪些問題 還是我今天穿的衣服不好看 或是他們想要問我問題 一開始的時候 我因為只有在台灣的鄉下才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鄉下比較少會有外國人出現 但是即使在台北也會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我真的判斷不出來 他們是友善的還是不友善的 在俄羅斯假如我們遇到外國人 我們其實也會好奇對方的長相 但是我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觀察 我們通常會利用眼睛的與觀來觀察他們 這樣做可能看起來會有些好笑 但是我們會希望不要給對方太多壓力 雖然有些台灣人常常會等我這一點 會讓我感到不舒服 但是我知道這只是少數人的行為 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很nice的 希望有看到我的影片的人 下次加入有看到外國人 還請你們不要給他們太多壓力哦 在台灣走路的時候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真的危險 在台灣除了市中心以外 有些地方是沒有人行到的 所以在走路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來車 我發現台灣人已經很習慣在車道上面走路 但是我還是會怕怕的 尤其是汽車或是汽車經過的時候 常常會很靠近我 很怕一不小心就被查裝到 在俄羅斯由於人行到更知道是分開的 所以我很習慣一邊走路一邊聽音樂 其實很多俄羅斯人都習慣這麼做 因為通常我會需要走很遠的路 在走路的過程中是很無聊的 走一聽一些音樂會比較不會那麼的無聊 但是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完全不敢邊走路邊聽音樂 因為這樣的行為還蠻危險的 在台灣走路時 常常要注意聽有沒有車子的聲音 不過最近在台北我經常可以看到有綠色的人行道 雖然感覺還是有些危險 但是還是可以感受到政府也注意到了行人路權的重要性 希望未來在走路的時候能更加安全 因為我不會騎機車 所以在台灣我比較常搭大眾運輸工具 其中公車應該是大家最常搭乘的吧 但是有時候在搭公車的過程中 我會有很不好的體驗 有時候甚至會讓我感到害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經驗 搭公車時常常會讓我有一種在遊樂園搭元宵飛車的感覺 公車的行駛速度對我來說非常快 過完的時候我常常覺得自己要被甩出去 再加上突如其來的剎車 常常讓我的心臟都快要跳出來了 這樣的情況真的對我產生了不好的回憶 不過後來我也經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在俄羅斯我沒有碰到過 但是在台灣卻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呢 我想可能的原因在於 在俄羅斯因為土地面積大 道路又寬又直 所以司機閉著眼鏡也能開 但是在台灣道路比較區區 有時候又比較小小 所以司機開車的難度也比較高 現在想想台灣公車司機開車技巧還蠻高的 要不然這樣的道路還真的很難開 另外雖然我有不好的經驗 但是我也碰到過很多非常好的公車司機 例如上車的時候會跟乘客打招呼 又開車時也會提醒乘客要小心 因此我相信在台灣開車很猛烈的司機只是少數 台灣真的是一個美麗的寶島 雖然在這裡我遇到了一些不舒服或是不適應的地方 但是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依然喜歡台灣 渴望探索這片土地 以及想要吃遍所有台灣美食 對一個外國人來說 我認為生活在台灣是非常舒適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的頻道 並分享給你的所有的朋友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